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埃及记第一章 以色列的众子各代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 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 有刘汴 西缅 利魏 犹大 以萨迦 西布伦 汴雅敏 但 拿弗塔利 迦德 亚瑟 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 约瑟已经在埃及 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 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又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 对他的百姓说 看哪 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 又比我们强盛 来吧 我们不如用巧技带他们 恐怕他们多起来 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 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 离开这地区了 于是埃及人派都公的挟制他们 加重担苦害他们 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 就是比东和兰塞 只是越发苦害他们 他们越发多起来 越发蔓延 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烦 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 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 无论是祸泥 是做砖 是做田间各样的工 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 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 一名施弗拉 一名普阿 埃及王对他们说 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 看他们临盆的时候 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 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 但是收生婆敬畏神 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 竟存留男孩的性命 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 说 你们为什么做这事 存留男孩的性命呢 收生婆对法老说 因为希伯来妇人 与埃及妇人不同 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 收生婆还没有到 他们已经生产了 神后代收生婆 以色列人多起来 极其强盛 收生婆因为敬畏神 神便叫他们成立家事 法老吩咐他的众民 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 你们都要丢在河里 一切的女孩 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 这都试图说 这都不爱 我们都要看 什么事 我就是甘成为独特地的 你别的 我们都要看 是什么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